字幕視頻 Hi everyone 我是快樂大學 Happiness University 熊仁謙 我今天要與你分享 為什麼我們不該被他人的態度給惹火 這個主題超級切中我的心思 因為我就是一個常常 以前常常被他人態度給惹火的人 比如說一大早 如果你知道跟朋友講一件事情 你寫了很多 結果他給你回一個嗯的話 你就突然暴怒你知道吧 你就覺得說 我寫這麼東西,你會是在回擊點的啦 之類的,很多這種事件都是慢慢累積起來的 所以在這種過程中就會覺得說他人的態度很重要 特別是現在社群軟體這麼發達 LINE啊、Facebook、WeChat 大家在傳訊息的時候 如果有人已讀不回,你一定會更暴怒對不對 我們都會或多或少被他人與我們互動的態度給影響 他人態度如果不好或是糟糕 我們都會覺得是很值得討厭的 但我今天要與你分享的是,我們其實不需要也不應該被他人的態度給惹禍 要強調的是,這邊的態度是指溝通的態度 當然不是工作上的態度、待人處事的態度等等 而是溝通上的態度 我要講一個故事,我要講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故事 就是有一次我因為一件事情 然後我就跟某一個朋友在講討論一個工作的問題 然後因為他比較忙,然後那個時候剛好我休假 所以我講一件事情講到一半的時候呢,他就突然沒有已讀了 整個很長的時間都沒有已讀 然後一路到了晚上,我看到Facebook還有發文都沒有已讀 我就火了你知道吧 我想說這件事情還沒講完 然後你就做你自己的事,你都不回應我是怎樣 後來我就打電話給他 那我當然就有點憤怒 我就說你這個態度很糟糕 他回應我說,他的line好像壞掉還是甚麼 他沒有收到那個訊息 為了這件事情他還拍照、截圖給我看 為什麼我想要講這個故事的原因是 首先我們往往被他人態度給惹怒的時候 是我們過度了解讀他人態度 很多時候對方不一定有這樣子惡劣的態度 很多時候只是可能他的表達方式不好 或者說只是他又習慣又有慣性 他習慣講話的方式 就跟我們不一樣 最重要的問題是因為現在的這種社群軟體 手機上面在表達過程中都是用文字嘛 文字其實是蠻冷冰冰的一個東西 某方面來說 在我們一般的溝通上 我們人與人互動之間 同樣的一句話 當然是寫在手機裡面的時候 他的那樣的情感豐沛度 有時候往往比不上我們面對面講話 因為我們講話會有音調 我們會有表情 我們講話會有語言的速度等等 都會影響我們一句話的態度 可是文字是冷冰冰的 所以因為文字 因為別人的一個文字 而我們誤以為是不好的態度 而被激怒是極為不明智的 更進一步的來說 為什麼我認為 我們不應該被他人的態度給激怒呢 當我們會被他人給激怒的時候 那個態度一般都不會是好態度對吧 但是我們必須記住一個很重要的定律是 人與人之間 唯一能夠互相分享的就是資訊 而人每一個人的真實狀況 只有他自己可以知道 也就是說我現在講這句話 到底是好還是壞 我是故意還是不故意 我到底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還是只是因為單純 我剛剛吃了一碗 我很不喜歡吃的東西 所以心情不好 所以我講出來的話 聽起來有惡意 到底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沒有人可以知道 因此別人講一段話的時候 我們唯一能夠得到的資訊 就是他這段話裡面的內容 而畫後面的那個態度 他的想法是什麼 他是不是不喜歡我 他是不是對我怎麼樣 這些東西其實我們是不得而知的 首先我們根本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而且就算是我 往往都會覺得對方在針對我 可是很多時候可能只是他現在比較忙 或者是他今天經歷了一場很糟糕的一天等等 這些狀況導致他的態度不是太良好 所以被別人所謂惡劣的態度給影響 其實是非常沒有道理的 因為根本沒有所謂惡劣的態度可言 下一次 當我們又快要差點被人家的態度給影響 而惹火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思考一件事就是 對方唯一能夠分享給我們的是資訊 而他真實的態度 他到底是惡劣與否 他到底他的想法是什麼 他在表達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想要針對我們 想要吐我們草等等 我們都不得而知 而在我們沒有辦法釐清之前 生氣是沒有意義的 要嘛我們就選擇去釐清 要嘛就不要有任何情緒反應 這樣子 我覺得是面對他人看起來有刺的話語 或是有惡意的態度的時候 最好的解決方案